巴基斯坦人口超過2.2億 超過九成人都信奉伊斯蘭教 接養中國、阿富汗和印度的邊境 相信沒有太多香港人會選擇來這裡旅行 哇!哇!哇! 難怪知每個人都說 我們推薦每個國際人和各國人 去參加巴基斯坦 因為巴基斯坦人都很漂亮 而我今年8月來到巴基斯坦走K2 順便參加了一個 五日四夜潘沙菲尼的本地團 你會看到豐之谷的雪山場景 靖寶古蹟 冰村 吊橋 和南湖的美景 說你都不相信 五日的團費借需要120元美金 大約940元港幣 包食、住和交通 而景點的門票和活動都要自費 簡直是抵到難 而這個旅程亦是個中伏的開始 這是人生我參與過最福的旅程 一個晚上的市場 十一個晚上的店 有兩天 十一個晚上的晚上的月亮 雖然你可以參加五大團 但大家看到山路是很疲懼 如果你想節省時間 建議就坐飛機直接北上 否則就像我一樣 搓到腰骨都痛了 我們凌晨由伊斯蘭堡出發 一路向北來到克拉昆倫公路 這條公路全長1,224公里 接釀新疆邊境和巴基斯坦 亦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公路之一 沿路我都覺得很牙煙 雖然風景真不錯 但你想一邊是沿崖峽谷 另一邊是會隨時跌下來 砸死你的石頭 這個團經常都會帶給你很多驚喜 在你沒有心理準備之下 突然間我們會走去Wafting 而距離只是2公里 是否覺得有些山寨呢 我們在完全沒有防水裝備之下 拿了一件舊新衣 給了500個PKL 大概18元港幣 就上路了 我上過前面兩位老師 他真的不懂掛 在日瓜潑水潑上我的身上 這是一個絕對沒有挑戰性的Wafting 是純粹你一個人在河島 所以他扔了兩下 我已經拿電話上來自拍電 大家也知道這個刺激性是不錯的 我真的很希望你的電話能做到 我沒有兩邊想蹲 好棒 好棒 當你越來越接近Hunsa的時候 有很多雪山美景拍照真心不錯 不過我們的導遊完全不會講解任何景點的詳情 連集合時間你都不知道 導遊說了一個很有用的景點 這是火源 我們都是看那塊布景板 這條冰村有20.5米長 中途我們就經過一個viewpoint的小鎮休息 超近距離看到冰山 這個團另外一個有趣的就是 原本有20位團友 有一半的團友坐了一天半的順風車就離團了 而導遊什麼都不跟我們說 我們都不知道在等什麼 那有些團友就在中途突出動 通常知道想在這個景點坐一些 buscar走 運行去就應該離團 導遊就幫他們處理 但是處理是不合理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才花到頭 那我們的彈筍也是坐在這裡 全天都不能在這裡坐 歡迎來到巴基斯坦 雪山群山包圍 這裡就是Hunsa Valley Hunsa曾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由君主統治九百多年 據說日本動畫大師公其進 就是參考了這個地方 設計了動畫風之谷的場景 而Hunsa Valley也有長壽之鄉的稱號 傳說是因為當地人多數吃素 加上水源非常乾淨 每個人都長命百歲 不過暫時未有科學研究 可以充分證實這點 我終於來到這裡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LT Ford 門口有寫的 這是一個類似公主的家裝 都有1000年歷史 其實剛巧來到日落時分 就是看到很美觀的日落 這裡買一張票是1000年歷史 但又有空 LT Ford 有不同的宗教痕跡 包括佛教、印度教 這個位置很過癮 是一個皇帝接代的接待 但這位是曾經活埋了一個人 是探索到有骨 是400年歷史 那邊有一間小房間 是一個寵刑 你會看到 你不會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個地方 有齊接待 有齊活埋的 也有齊監獄 而最令人驚嘆的就是 是由露台網出去的景色 來到這個最美的 包括國王公主 嘩!嘩!嘩! 嘩!嘩! 怪不得知 每個人都說了 古人也有很忙的地方 我們上來天台 大家猜猜他們 為何去懲罰 大家可以出現 一開始 沒有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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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要下幾度 就在這次 在300米 如果一個人家 什麼人家 你不想做 到頭髮 一下子 就像是手在家 也像手在家 看到那個人家 要在這裏跳過那裏 那裏跳過那裏 而你不死就可以做 這個導遊講解了半個小時 已經完成我們本身 不知道在做什麼的領隊導遊 原本我們的行程就要參觀另一個城堡 但因為導遊經常遲到 加上額外花時間處理離隊的團友 我之後stay behind了幾天 才拍到另一個Belty Ford給大家看 我現在去另一個景點 就是Belty Ford 這個Mountain Lemonade 它是綠色的水 然後加了一個果實 我不知道是什麼果實 很清新的檸檬水 謝謝 這個城堡就有800公斤 這個城堡應該是一些防禦用的城堡 所以真的是在這區的 差不多最高的位置 真的沒有得輸 這座山的山景 因為這裏很近中國的邊境 所以以前有很多貿易來往 我看到這裏有個Hunsa 和China在1930到1931的一些貿易文件 在這裏看到一些 以前中國1920到1923年代的Clarines 很有趣 好了 當大家看完天堂般的美景 去到酒店那一刻 我就知道是中復的開始了 住這間酒店 正常美便宜一點 沒有什麼要求是合理 但原來他們會自己減電 剛剛在隔壁房間投訴 就是為何我沒有減電 我老婆要吹頭吹不到 然後才知道原來是他們自己減電 而不是本身這個停電 看不到 看不到 沒有電 看不到 即是跟他們說 好熱水 我洗不到涼 很難得冷 現在吃起來 這間酒店唯一可取之處 就是食物都叫正常 不過我最後都在柯獨街 真心不知道 是不是用黑色水來煮飯 因為我早幾餐實在太難吃了 我完全沒有拍過 今餐是比想像中好的 有雞炒飯 是因為以前茄汁 這個很正常 不會過限的一個炒飯 這個茄汁的雞肉 都是像香港的山蔥飯 那些茄汁雞肉 這是人生我參與過最伏的旅行 而第一晚的酒店 我又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 好像沒有錢吃飯 我的導遊真是終極的打巴掣 就是應該去拿他打 我們左右房都在等他 即是7點半吃早餐 人家團8點半已經出門後 8點半才見他私私 然後在房裡出來 現在好像在吃早餐 即是我們要等導遊 即是這個世界有哪團人 是我們要等導遊 真是很神經 今天去的另一個景點 就是阿塔伯利 這個湖是一個顯塞湖 2010年因為山梨傾瀬而形成 湖泊深120米 闊30公里 而那些水 南道真是有些假的 有貴界的酒店 你亦都可以玩水上電單車 或者遊船河 今次我們就選去遊船河 好了 每人給大約1000個PKR 34元港幣 湖水是很難的 即是你沒有想像中一個湖泊鎖 鎖了在那裡的水是這麼難的 完全是上船之後他就是坐 他完全是不需要介紹任何東西 這個導遊真是一百分五分 之後我就去了另一個打卡的景點 其實巴基斯坦人都幾懂做生意 你想過這條彩虹橋 成為100個PKR 四元港幣 下午的行程 原本我們就要去中巴的邊境 不過由於屬於國家公園的範圍 我們這些外國遊客 需要多給20元美金買門票 於是我就叫導遊 把我留在邊境的另一個景點小鎮 Suz 自己走四個小時 在這裡剪頭頭 就問了300元這個錢 都是幾十元港幣 我打算剪這個頭 有沒有贏 這個很臭 它噴完後包藥的頭 這個很臭 但是它包到河拉街 包到河拉街 謝謝 是一個有聽障人士 所以說不出話的神浪 哇 很特別 我竟然無緣無故去了一個有聽障人士的神浪 在巴基斯坦和中國的邊境 謝謝 謝謝 在這裡 最後兩個小時後 沒有東西做 I know Chica Rice 有些中東香料味 真的不好怪 在這個陣子 是完全沒有東西做的 但是就看到很多 真的很多中國巴基斯 有好關係的東西 你看看 沒有東西做 進了一些本地的行動 嘩 有國際品牌 Like 中巴又沒有關係 這裡買應該是最便宜的 所有衣服 是嗎 嘩 一千元 這支出很噁心 好像突然回到深圳 嘩 你看看這件 穿上身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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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這件 我還回到深圳看眼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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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景點 Suspension Bridge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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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Husseini Bridge 又稱為全世界最危險的吊橋 全長二百多米 曾經有人過橋的時候 因為失足跌落河而死 雖然是這樣 它是山後面一條村倉唯一的出口 每天仍然有不少村內的婦女 都要靠這條橋出入 說笑它之前可以走的 但現在正在維修 你見到有些人沒有風險去走 我當然是不會走的 因為跌落河 你走真的出大事 而且這條橋挺恐怖 有下就看看就算了 老老實實 整個五天的本地團 很多景點真心都不錯 不過都是那句 一分錢一分貨 我只是給了一百二十元美金 真是不可以要求那麼多 之後我選擇離團 自己留下兩天 終於可以慢慢感受 Hunsa的美金 這間房間大概三十多四十元美金 但已經是天堂與地獄之間的分別了 廁所就是一個很神聖的一環 就是看看水是什麼 真的是白色的水 那些水是白色的 你拿的 那些水不是河水 這就是水 酒店的地理位置 真的很近馬劇 有很多食肆 你也可以買一些不同的手信 都很近 住便宜的旅程 就是住下面 那你走上去 你不會走上來 我們終於離庭 就可以吃一下披薩 這裡是有披薩可以點的 但依然有很多烏蠅 你看到這種叫Yak的肉 它說是一些高山的牛 但是咬下去是少少像牛肉 但是很juicy 也很有肉汁和肉味 它塗了蜜糖 所以加上少少辣 然後馬上燒烤 燒烤味很重 我很幸運 剛剛遇到伊斯蘭教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節日 雅書拉節 這個節日 在伊斯蘭教月曆 第一個月的第十日 他們透過鞭打自己 去悼念和哀悼 穆可密德的外宣 呼聲的越南 很多酒店 亦會提供免費的食物給路人 這個類似奶黃蛋黃醬 叫Hawa 原來都是用豆製的 而是它應該加了很多糖 才會令它吃到味道 好像奶黃醬 總括來說 潘沙啡年真心值得一來 不同時節 有茶櫻花 秋葉 雪山景 不過千萬不要像我一樣 探便參加本地團 我有問過一些私人團 大概500元美金可以玩五天 希望將來大家有機會自己來 好 現在 我一晚說 司機説他是一個悲傷 我說我都認同 接著他很介意緊緊於懷 接著他每晚都問我 你今晚覺得我怎樣?今天滿不滿意? 我全部都是給他不合格的分數 就是因為每一天其實他所謂改善了那一點 然後早上又回復正常 這幾天我的肚子都不太舒服 導遊就說用一些比較... 我也不知道是否叫補法的方法 就是灑蛋然後倒點鹽去吃 然後就可以止餓 所以就試一下 因為這裏沒有任何補抗力、電解質的能量飲品可以買 我通常都是喝的東西比較好 但是沒有 所以下次就希望補抗力可以贊助我 去這些長途旅行的能量飲品